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这个视频呢 我们来讲一个被打的套装的这个技巧和脚步 大致是一个动作 但是有很多变招 有很多后招 这招呢 这个 你可以看就是很多乔丹呀 科比呀 大梦呀 他们用的这个动作用的非常多 什么呢 比如说你这个一边接球 被打接球 你先卖你的这个 离篮筐进的那只脚 你卖的同时运一下 卖的同时运一下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你的第一个选择是转身 比如说气球 卖 跳投 第一个选择 那么接下来呢 就有第二个转折 转身的后招是什么 是半转身 让他们觉得你要转身 卖啊 我要转 但是我不转 把这个脚迈出去 我的眼神往那边看 然后我后脚跳投 这是第二种 那么呢 我们再概括一下前两种 第一种是 卖 转身 跳投 第二种是 卖 半转身 跳投 第三种是什么呢 第三种就是 你半转身完了以后 你再真转身 那么这其中就需要你的这个 用你的晃鲜能力 比如说 麦 这只脚 再麦过去 然后这个时候你要 让防守者以为你要转过来 那么你要怎么做呢 你要晃肩 比如说到这儿 哎哎 然后你再 这个跳投 这是第三种选择 那么我们把三种选择再重新做一遍 第一种 接球以后 哎 跳投 第二种 第二种 第三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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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前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仔细看一下脚步 普通的转身 转身后眼跳投是什么样的 你卖完了以后 往那边转 就是 左 右 后眼跳投 为什么叫后眼 是因为你在跳投的同时 你再往后跳 麦 转 跳 往后跳 麦 转 往后跳 好 现在呢 我们来讲这个后眼跳投的 呃 背身单打的这个后招 好 假设说 我们还是刚才上个视频讲的那个动作 到这儿了以后 贴上来 甚至他跳起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已经没有 往前脉一遍 但是前提是你的中处脚不能动 这个这个后招呢可以用于任何你的后眼跳投的这个后招 比如说我到这儿半转身 跳起来了 特别有的球打詹姆斯就是用这招 因为很多人他防你他想给你删你的大帽 对不对 那么呢 你就要利用他的这个想侮辱你的心理 把它给 晃起来 比如说我到这儿 一二 但是呢 你们练这个动作的时候 比不要像我做的这么慢 我做的这么慢是完全是这个 呃 视频演示 但是 仅管如此 有的时候你做的慢能帮到你 因为你做的慢会让防守者觉得你是垃圾 那么他们就觉得他们更容易能冒到你 那么你这个 这个呢就是后仰跳投的后招 但是呢 这个呢就是后仰跳投的后招 但是呢 你不一定这个往后这个 把它变出来以后 往前走的步伐不一定停 会得这么走 你也可以换一个方法走 比如说 我到这儿 这下 这么多 那么这里呢就是有一个 呃 很多人争议很大的一个说法 就是很多人觉得 这样玩了以后 这样走步 那么我们来仔细说一下什么是走步 这样 呃 大多数人认为 如果我这么后仰跳投完了以后 这个呢 这样 这个呢 是有争议的 很多裁判会吹它去走步 所以呢 个人建议如果你要做这个动作的话 双脚起跳 像这样 我到这儿 双脚起跳 好 这次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见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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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